12. 文匯,阿根廷速匯控換當地高層 2015年9月4日《財經新聞》 B.02. 香港文匯報信英國天空新聞引述匯 0005行政總裁歐之華向員工發出的內部通告指 集團決定按法例要求 英國分隔銀行於2019年1月前成立 並將取名為英國匯豐 另外,阿根廷亨行要求匯控於24小時內 撤換當地高層主管,並指該行未能阻止逃稅與洗黑錢活動 阿根廷亨行表示,匯控阿根廷分區總裁兼行政總裁 Gabriel Modiner沒有給予指示及措施,以充分避免洗黑錢問題及恐怖主義活動 匯控則認為,應容許該分區總裁繼續履行高層職務 合作者 north向市民主要按照 2-1-70米均 8.0米均 9.0米均